大家好,歡迎來到護客網學習,我是烏雲 這節課我要來給大家講解一下Plexus重點渲染器的使用方法 我們新建一個合成 新建一個固態圖層 對它添加Plexus效果器 再添加幾個體重,添加一個原始對象 新建一個AE的攝像機 調整一下攝像機的視角,方便我們進行觀察 我們現在能夠看到這些點是因為Plexus莫能為我們添加一個點渲染器 如果我們把它刪掉的話,有什麼都看不見了 我們重新添加點渲染器 我們可以看一下裡面的參數 第一個點的尺寸 非常簡單,它就控制點的大小 從點去過去縮放 可以讓渲染出來的點去繼承幾個體的點的大小 我們新建一個Noise效果器 讓它影響點的縮放 擴大一下它的影響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一個尺寸的變化是因為 點渲染器從幾個體的點上繼承了它的縮放值 如果我們取消過選它的話 它尺寸就完全由我們的點渲染器來進行控制 我們過選上它 下面的從頂點獲取顏色 從點獲取透明度也是一樣的 我們讓Noise影響它的顏色值 就擺一下影響值 如果我們取消過選掉這個選項的話 它的顏色就完全由我們的點渲染器來進行控制 我們重新構選上它 我們重新構選上它 這裡的紫圖層功能可以讓我們用一個圖層 去替換PlexX粒子的形態 然後再進行進來 我們新建一個形狀圖層 添加一個星形 改變下它的大小 給它添加一個填充 我们把这个形状涂层 预合成一下 我们进入Praxis涂层 将刚才预合成的涂层 作为它的子涂层 我们把它改成V 缩小一下 下面这个点拓示的选项呢 就是让我们的摄像机观察Praxis涂层的时候 会有近大远小的效果 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凑近看它就会变大 如果我们举下达的话 它的涂层始终都是8.7的大小 不管我们的摄像机位置在哪里 它始终保持原来的大小 我们过去上它 下面两个选项 我们会在其他的效果中去使用它 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中去介绍 这期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学设计上虎课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选项 写计上虎词